接下來看到第二單元 我們在考試當天的提示有說過 這個東西需要多少量 這個量是指功課 G 所以這個地方沒有寫G的我們 因為我當天已經有提醒了 所以沒有寫功課的 我會分數不會給全隊 這邊配置1N N NaOH 1000毫升需要多少用量 N NaOH 他會告訴你 因為它是一次解離一個 一個N NaOH解離一個OH 所以它是1N 等於1M 這邊的話需要用多少動量 用量 最後算成功課 我們先算墨濃度 墨濃度等於 V再分母 N再分子 那N這時候把它代換成什麼呢 代換成重量除以分子量 那分子量是多少呢 來我們先講 這個M分子量跟這個M都是大M 但是其實意思不一樣 你可以寫成分子量 分子量等於多少呢 NaOH HNa23 加O16 H1 所以分子量等於40 那再來呢我們來看 體積多少 1000毫升 1000毫升就是1公升 所以直接寫1公升沒有問題 這邊呢 濃度 1N等於M 直接寫為1M 墨數 直接用代換的 這邊的話 它的分子量是40 40是什麼單位 Gram 但是我們不常寫它的單位 知道意思就好 所以這樣子的話各位你看喔 這邊是分母 這邊是分子 所以呢 那我們直接把它移向 也就是W 這邊是分母 跳到對面去 其他EE都可以消掉 W等於40公克 好 那答案結束 就這樣子 所以不用去想那麼多 就是公式被守了 有問題的話 我們開學的時候 再來進行 再來進行 好 來 我們繼續往下走 好 OK 來我們再往下走 來 廚房衛生管理員 艾薩克牛頓 正在指導廚工 配置200ppm的次氯酸鈍消毒水 泡血池的內徑是80x60公分 消毒水高度10公分 請問泡血池的消毒水總體積是多少 總體積是多少 喔 來不好意思我分心了 因為我看到 這地方好像網路訊號不好 我也不曉得發生什麼事情 沒關係我們先把路文再說了 好 來 那第一個 請寫出計算過程 泡血池的體積是多少 來 我們說泡血池的體積 它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長這個樣子 也就是它是80cm乘上60cm乘上10cm 等於48000cm3次方 你可以寫成這個樣子 你也可以寫成48公升 我兩個都會給對 兩個都會給對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體積是多少 48000立方公分 或者是48公升 好 第二題 使用12%的次氯酸納 進行配置的時候 該取用多少體積 如果你有背的話 沒背沒關係 馬上推倒 我們說12%對不對 12%就是分母100分子12 多少ppm ppm的話就是把分母 變成100萬 100 100 加上 1 2 3 4 乘上4個0 不是加上4個0 是乘上4個0 那乘上4個0的時候 這邊是12對不對 這邊是12的話 分子分母等候拉起來的時候 你這邊幾個0沒關係 你這邊就是有12% 因此這裡的話也是一樣 乘上4個0 乘上4個0 這邊就是12%相當於12萬ppm 一個百分比就是1萬ppm 這個如果記不得的話沒有關係 我們這樣子看就可以 一個百分比就是1萬ppm 12百分比就是12萬ppm 再來我前面給大家公式 公式就是說 需要取用多少 公式在另外一邊 公式在 呃 糟糕 跑到後面去 跑到後面去 好來沒關係 就這樣子 我記得我給公式 來這裡這裡 那公式的話 它是怎麼做呢 公式就是說它的 濃度乘上體積 濃度1號乘上體積 會等於濃度2號乘上體積2號 好這個公式背不背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推導也可以推導出來 好來 那我們來看呢 濃度1號是什麼 我們就假設用12萬 12萬 體積多少 不知道 就寫V1 等於 濃度2 200 ppm我先省略不寫 乘上體積是多少呢 體積你要用48000也OK 48公升也OK 因為你用立方公分算起來就立方公分 當然 我們說立方公分 一立方公分就等於1毫升 這是OK的 那你用48公升算出來是小數點 就把它換成毫升也OK 那我直接用200 乘上48000 乘上48000 立方公分 立方公分 或毫升一樣意思 好來 那現在呢開始來計算 這邊 這邊有3顆0 3顆0 3顆0 約分 1顆0 1顆0 約分 那就是12倍的V1 等於20乘48 我把他寫在旁邊 也就是V1 移向之後呢 把12移到對方的下面 這邊 20乘上48 那也就是V2 對不起 不是V1 V2 V1體積等於80毫升 OK 不好意思 毫升沒有寫好 重寫一遍 反正用電子的推充寫 好 這個地方 也就是取用多少體積呢 取用80毫升 好 OK囉 那不清楚了 可以串重波 都沒有問題 這邊其實都 都還OK 都還OK 好 來 我們往下走 二氧化律是食品業常用的消毒劑之一 依照食品法規符合食品洗劑衛生標準的二氧化律 可以用在食材器具跟設備消毒 阿元 在車檔上 曾經示範過 西式二氧化律 進行食材消毒 加工過 準備好 1毫升 各自1公升 600ppm的二氧化律 如流程圖 958 加上 21ag 混合 加上21bg 混合 就是600ppm 1公升的二氧化律 最後呢 把它加到19公升的水中 變成20公升 請問20公升的消毒水體積是多少 來 它公式就是 濃度1號 乘上 乘上 乘上體積1號 等於 濃度2號 乘上 體積2號 好 那濃度1號 是1公升 600ppm 600ppm乘上1 會等於 多少濃度 不知道 C2 乘上體積是 20公升 好 我們移向一下 來就是 C2 就等於 20移到這邊去 好 就會得到 這樣子OK嗎 算完出來的時候呢 20公升消毒水的濃度是多少 30個ppm的二氧化律 好 OK囉 來 我們再往下一題走 好 這邊 好 這邊 比重1.84 96%的濃 濃瘤酸 請問等於多少 m 計算過程 好 來 第一個 重量是多少 我們說重量是什麼呢 重量W 就等於密度 Density D 乘上體積 好 那重量呢 是多少 就會等於密度 1.84 乘上 體積是多少 假設1公升 假設1公升 如果它是1公升的時候呢 就等於1.84公斤 如果它是1000毫升呢 就等於1840公克 好 所以第一題 1840公克 因為公克我已經給定了 第二題 因為它純度只有96% 因此 總重量中的多少 是硫酸 來 那也就是1840公克乘上96% 我算好了 這邊是1766.4克 OK 再來 這樣重量的硫酸 有多少默耳 我們說 默耳數等於重量 或者講質量 除上分子量 那分子量大家都很熟 這邊 H2SO4 我前方有給囉 我前方有給這邊 有硫 有硫 有氧 有氫 OK 所以這邊呢 它的分子量 分子量等於 H2SO4 1乘上2 氫是1乘上2 加上32 加上16乘以4 等於98 這是我背的 從國中就背下來了 就是98 那也就是說 它的默耳數是98 它的重量是多少呢 它的重量是1766.4 因此它的默耳數n 算出來 大約 就是 1018 18 18.024 多 大概是18.0 默耳 搞定 大約是18.0 默耳 來 第四小題 要推算它的默耳濃度 它說默耳濃度 Cm 等於分子更正 默耳數 除以體積 那 默耳數是多少呢 默耳數就是 18.0 體積 我們已經假設1公升了 因此 體積就是1公升 因此 18.0除以1 濃度就等於 18.0 大m的m 搞定 好來 我們先切斷 準備下個單元